大家好,我们是猫大爷和猫小爷 今天要来做一个特别的体验 防疫旅馆 位在南港车站上面的六幅万仪酒店 转型作为防疫旅馆 高规格打造五星级防疫假期 住得好吃得好 隔离期间需要住上15晚 每天的早午晚餐都不一样 天天都在吃大餐 把隔离变成度假 六幅万仪酒店转型作为防疫旅馆后 把饭店全部的动线都做了调整 将住宿客人和餐厅用餐客人完全隔开 并且做好消毒清洁工作 大家可以安心前往 作为防疫旅馆 在每一间房间门口 都有准备一个送餐用的小桌子 还有垃圾桶 我们来看豪华客房 这个豪华客房的坪数大概有13坪 算是蛮宽大的一个空间 一个人住在这边的话还算是蛮舒服的 尤其在这边要住14天 我觉得空间大很重要 那在这个每一间客房都有准备一些零嘴 好像除了一些受欢迎的零嘴之外 还有他们月亮餐厅自制的这个小鱼花生 特别是在面山的这一边 这个南港车站面山的这一边 房间的view非常的不错 还可以看到一些青山 我觉得至少在这边住14天心情会好很多 我们看到房间其实蛮宽大的 床也很大 另外这个饭店很贴心的准备了温度计 还有消毒的酒精 那这个温度计让大家可以每天自己量体温 而且这个温度计就送给客人 另外很特别的就是 有准备了一个盆栽 可以让你这14天 可以跟他培养感情 每天浇浇花 那这个盆栽也是送给客人的 另外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有14天份的这些 盥洗用具 还有茶包咖啡 那另外 每一间房间也都已经准备好了一箱的水 另外还有卫生纸 那浴室的部分 这个房间的浴室也算是蛮大间的 而且这个有准备了三套的毛巾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防疫14天住在这边 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我们来看豪华套房 在套房的门口有送餐的小桌子和垃圾桶 那豪华套房的坪数很大 有25坪 相当于一个家庭的室内空间了 这边有一套 围鱼设备 另外进门这边也准备了一箱的水 还有卫生纸 这里有一个衣帽间 可以放行李 还有准备了鞋套 还有室内鞋 豪华套房的坪数25坪 它是分成一个大客厅 还有一个大卧室 另外还有一间大浴室 在客厅这边一样准备了14天用的 灌洗用具 茶包咖啡 还有灵嘴 除了有台湾受欢迎的灵嘴 还有月亮餐厅自制的小鱼花生 另外饭店贴心的准备了温度计 还有酒精 另外最特别就是 赠送了一个小盆栽 这个小盆栽可以让 住宿的客人每天照顾它 应该都可以培养感情 那这个房间有大片的窗户 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山景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在这边要住14天 有这么漂亮的景 心情会好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南港对面的山景 下面就是捷运站的出口 这个卧室也非常的大 住在这边好舒适喔 床很大 那这个电视系统里面 也有准备了这个 Netflix 如果你自己有账号的话 可以连到Netflix 有蛮多电视可以看 另外就是 还有一个专案 就是可以 加价去租借这个Switch 还有健身环 另外也有搭配游戏 这样14天至少不会太无聊喔 有电视Netflix可以看 有电玩可以玩 这个房间真的很舒适 超大间 另外我喜欢这个浴室也是好大间 非常的舒适 这个空间一个人住 非常的舒服 那这有淋浴的 干湿分离有淋浴 也有浴缸 那有准备了三套的 浴巾毛巾 很特别的是这还准备了 抗菌的洗手乳 另外也有这个 清洁剂和菜瓜布 因为有些客人可能自己 用餐具 还有一些杯盘还可以洗 很贴心的设计 这也有另外一套的 厕所 整个房间 非常的舒适 所以如果想要住得很舒适的话 我觉得这边 是非常好的防疫旅馆的选择 大家早安到了早餐时间 六福万宜酒店的早餐超级丰盛 我们有鲍鱼干贝粥 另外这边是菜 补蛋 脆瓜和花生 还有墨西哥香草 鸡柳温沙拉 非常健康 这边有烧饼油条 萝卜丝饼 芝麻球 还有香菇包 蒸饺 还有蔬菜 另外这边是水果 还有一杯咖啡 所以住在这边呢 每天的早中晚餐都不一样 会让你非常期待 每天的美食 所以住在这个六福万宜 美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到了午餐的时间 我们来看看六福万宜酒店 准备丰盛的午餐 今天的午餐是综合炭烤海鲜 哇好香 我们可以看到有明虾 有透抽 有干贝 还有石斑鱼 另外还有整颗的鲍鱼 配上炭烤的蔬菜 另外今天的栗汤是番茄蔬菜汤 另外还有饮料是柳橙汁 还有一盒水果 真的非常的丰盛 照防疫旅馆的规定是要住15个晚上 那六福万宜酒店 的每天早餐午餐晚餐都不一样 而且都非常的丰盛 所以住在这边 度过这个15天漫长的防疫期 其实美食方面是非常的 丰富 非常的幸福 哇晚餐时间到了 真的超期待的 这个是不是好丰盛 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香料软发面包 这个是味噌牛胸馅 这个 非常 让人开胃 另外这个是活鲍鱼的沙拉 活鲍鱼整颗鲍鱼的沙拉 另外这个是 法式经典洋葱汤 那我们的主菜呢是 12盎司的安格斯牛排 12盎司 哇一个人独享实在是 太够了 然后 我们还有 富水果 这样是不是 超丰盛的 好期待 我们赶快来吃吃看 那今天晚上的主菜是这个 乐眼牛排 12盎司 好过瘾喔 给大家看一看好了 这个 有点 还有点粉嫩嫩的 哦 有软有香 嗯 还是有肉汁 嗯好吃 哇 我觉得这一餐我一定吃不完 我觉得在防疫时间里还是可以吃到这么棒的美食喔 这是让人家很安慰的一件事情 都整个菜单都经过设计安排 吃得非常丰盛 每天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豪华的防疫餐 如果找一间好的防疫旅馆 还是住得好 吃得好 我觉得对 心情 还有帮助 看看 咖啡 了 谢谢 装 咖啡 装 弅 装 装 装